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来,好戏应该在后头 但我看你桌面的配搭 好像九五八八 有芝士,但有莲藕 接下来有墨鱼胶,但又是雪梨 现在你要煮什么? 叫做莲蚁飘香 这个是雪梨 我们做一个桂花梨 把桂花梨披了皮 放进去 这个水浸水,让它不要黄 对,放进去 如何上色呢? 我们就用红菊米 你之前介绍过 煮一个小时,它就会有颜色 还有,我们放桂花糖 让它甜点 现在由它煮 然后,什么要做? 刨皮,但不要太阔 像现在那样 细细细细细 为什麽? 这样会容易养 否刨皮,不然它太大就不漂亮 那我们切薄片 我们大约是 还有放在这里 芝士 芝士是我们釀放进去 如何釀放芝士 是 不用去到尾头 那些会大一点 会大一点 刨皮 刨皮 然后放一些生粉 铺铺 然后放入墨鱼 封锅 最重要是封锅 知道原因吗? 不漏东西 是吗? 是的,没错 然后将芝士放入中间 好,放完芝士 再放一层墨鱼 是 封锅 好了 这个时间我们将一些生粉 放在这里 把它按住 那些孔呢 如果这里有些孔的话 你轻轻放一点 黏住它 总之就要不见孔 不见孔,没错 不见孔 那我们稍后就可以拿来炸 这样 这个吃起来 你是想不到这麽好吃的 我完全想像不到 那麦鱼胶 是 和芝士怎样配 是的 你稍后吃就知道 不要说是没用的 搞定 好了,搞定了 好吃 你看看 已经开始变色了 对 很漂亮的颜色 颜色很漂亮 也有一些香甜的桂花香味 嗯 好了 那我们稍后拿去冰冰 好 现在炸了吗? 对了 现在炸了 对了 先将生粉 好的 好 少许生粉 又下漿是吗? 是的 这是什么漿? 这是天婦罗漿也可以 炸脆漿也可以 嗯 是两样也可以 好 好 好像茶粉底 没错 我们夹起几件再炸 停留了 嗯 刚才冰冰了一个桂花梨 是 要拿给我了 那我们现在呢 冰白色的莲仪飘香 就已经出来了 是 这个就是 煮到它的制成粉 是的,没错 你还要冰冰冰冷也进去 对 是 是 从我们现在再有甜又有甜 你的汁需要帮你煮吧? 好 怎么样煮法? 混 drizz 一下 温度就可以了 好 好, Bethle 我們的桂花梨就凍了 我們現在就把它切了 切一粒一粒 你看看是否很漂亮 很漂亮 好 我們這個 三姐做這個醬不要太大火 首先 聰明了 只是聰明 現在就等這個士多啤梨醬 小火就可以了 然後這個是糖醋醬 沒錯 是 然後就是檸檬 對 是檸檬汁嗎 是檸檬汁 沒錯 輕輕熱就可以了 不用煮太久 還沒熱 現在這個 就放在盤子裡 很快脆 可以嗎 可以了 其實煮好了 煮好了 可以了 好 其實我們應該拌久吃 是呀 多漂亮 好 正好 就這樣吧 涟漪飄香 這樣就成功了